《混豆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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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卖了 特别自豪 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 Hello 大家好 我是毛泽俊 《混豆螺》 《混豆螺》 现在好像不流行了 但是其实 这个游戏还是在的 因为我前段时间收到一个粉丝的礼物 他寄给我一个小的那种游戏机 这两个游戏在里面 上中学的时候 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让他们给我买了一个 电瓶车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一对好朋友快乐福子俩 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 潮起游潮落 小学的时候特别流行一个pose 是这样的 也没有什么时髦的打扮 更多的是 就大家会比谁的自行车好看 酥皮 那现在好像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酥皮这种东西 但应该很少了吧 没有 没有 都已经卖了 浙江绍兴 越来越注重环境的保护 整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我推荐一个地方叫安昌古镇 如果你是中午去的话 还可以吃一些我们当地的特色的美食什么 最近去应该就是我上次回家的时候吧 我一个人来到北京做演员 有一次是我跟朋友去国外旅游 然后当地一个司机 其实我们就是 我们其实沟通也没有很好 但是他中间车开的时候 他突然跟我们说 他说你看那是中国大使馆 就特别羡慕 并且是特别 特别赞扬的那种口气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自豪 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 哈喽大家好 我是毛子俊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我为祖国点赞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我的点赞方式是俯卧称 我和我的祖国 一颗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出一首赞歌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